说到留学,人们首先会想到能够接触不同的文化,开阔眼界,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等。 在日本,有一种和一般的留学不同的留学,叫山村留学,就是城市里的中小学生到边远的山区去生活一两年。 在当地的学校上学,亲身接触大自然,体验农村的生活。 由于不用出国,也能使孩子得到各种锻炼,收到去国外留学的效果,因此这种留学很受欢迎。 山村留学的住宿方式也和一般的留学不一样。 有的是住在当地人家里,有的是住在亲戚的家里,也有的是小留学生的父母和他们一起住在山村。 还有的是小留学生们自己住在宿舍里,因为前三种还是没有离开家。 所以对小留学生们来说,最有吸引力的是最后一种。 去留学的小留学生们第一次独立生活,刚开始会感到不习惯。 父母和老师还担心他们去了几天就会哭着想回家。 但是很快就发现,小留学生们的适应能力都非常强,而且很喜欢山村的生活。 因为那里的生活丰富多彩。 春天种菜,夏天爬山,秋天到果园里摘苹果。 冬天扫雪,堆雪人,都是在城里体验不到的。 他们觉得每天都新鲜有趣,根本不想回家。 小留学生们的到来,也使当地的孩子们感到高兴。 他们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,还能通过小留学生知道很多城市里的事。 学校里的学生多了,运动会也比以前热闹了。 6. 山村留学生为什么受欢迎? 1. 因为可以在当地的学校上学。 2. 因为能够接触国外的文化。 3. 因为可以锻炼身体。 4.因为能够收到去国外留学的效果 7.山村留学的住宿方式有几种 1.一种 2.两种 3.三种 4.四种 8.为什么最后一种住宿方式对小留学生们最有吸引力 1.因为他们想独立生活 2.因为他们想和父母住在一起 3.因为他们想住在亲戚家里 4.因为他们想住在当地人家里 9.当地的孩子们为什么感到高兴 1.因为山村的生活丰富多彩 2.因为他们能住在家里知道外国的事 3.因为他们能认识新朋友知道城里的事 4.因为他们能去城里留学 10.与本文内容相符的是以下哪一项 1.一般的留学无法接触大自然 2.有的小留学生哭着想回家 3.山村小学的运动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4.山村的冬天不太冷 也不下雪 4.山村的冬天不太冷 4.山村的冬天不太冷 5.山村的冬天不太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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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山村的冬天不太冷